历代至下第三章一到十七节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向他赴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就是耶布斯人和阿尔南的河场上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做王第四年 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 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 长六十轴宽二十轴 都按着古时的尺寸 殿前的狼子长二十轴 与殿的宽宰一样 高一百二十轴 里面贴上金金 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 又贴了金金 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 又用宝石装饰垫墙 石垫华美 所用的金子都是亚巴瓦因的金子 又用金子贴垫和垫的栋梁 门槛墙门扇墙上雕刻 基路伯又建造智圣所长二十轴 与殿的宽宰一样 宽也是二十轴 贴上金金 共用金子六百他连的 金丁重五十色克勒 楼房都贴上金子 在智圣所按照像的法子 造两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 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二十轴 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五轴 挨着垫这边的墙 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轴 与那基路伯的翅膀相接 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五轴 挨着垫那边的墙 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轴 与这基路伯的翅膀相接 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 共长二十轴 面向外垫而立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细麻枝曼子 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 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 高三十五轴 每柱底高五轴 又造圣所内链子的样子 样式做链子 安在柱顶上 又做一百十六 安在链子上 造两根柱子立在殿前 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 右边的吉林叫雅金 左边的吉林叫波阿斯 历代志夏第四章一到二十二节 他又制造一座铜坛 长二十轴宽二十轴高十轴 又住一个铜海 样式是圆的高五轴 近十轴为三十轴 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 每轴十瓜共有两行 是驻海的时候驻上的 有十二只铜牛 罗陀海 三只向北 三只向西 三只向南 三只向东 海在牛上 牛尾向内 海后一掌 边如碑边 又如百合花 可容三千霸特 又制造十个盆 五个放在右边 五个放在左边 献凡济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 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 他又造所定的样式 造十个金灯台放在殿里 五个在右边 五个在左边 又造十张桌子放在殿里 五张在右边 五张在左边 又造一百个金碗 又设立祭司院和大院 并院门 用铜包裹门扇 将海安在殿门的右边 就是海边 南边 忽然又造了盆 铲碗 这样他为所罗门 所造 做完了神殿的工 所造的就是 两根柱子和柱上 两个如球的顶 并两个盖柱顶的王子 和四百十六 安在两个王子上 每往两行盖着两个 柱上如球的顶 盆坐和其上的盆 海和其海下的十二支牛 盆铲子 肉叉子 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 都是巧匠忽然 用光亮的铜 为耶和华 为所罗门王造成的 是在约旦平原 书戈和撒利旦中间 借胶泥铸成的 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 铜的轻重五把可查 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 和橙色饼的桌子 并金金的灯台和灯盏 可以照例点在那点前 灯台上的花和灯盏 并蜡简都是金的 且是纯金的 用金金制作镊子 盘子 条根 火柄 至于殿门和制圣所的门扇 并扇的门扇 都是金子装饰的 一带制下第五章 一到十四节 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 就把他父大卫 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 放在神殿的府库里 那时 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 各支派的首领 并以色列的主长 招聚在耶路撒冷 要把耶和华的约会 从大卫城 就是西安运上来 于是以色列众人 在七月节前 都聚集到王那里 以色列众长老来到 立位人便抬起约会 祭司立位人将约会运上来 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 圣器具都带上来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 以色列全会众 都在约会前献牛羊为祭 多得不可胜所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会 抬进内殿 就是至圣所 放在两个基督伯的翅膀底下 基督伯张的翅膀 在约会之上 遮掩约会和抬杠 抬杠的杠 这杠盛长 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 在殿外却不能看见 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约会里唯有两块石板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和列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字节 并不分班共职 他们出圣所的时候 歌唱的立位人亚萨 西迈 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 都穿细麻布衣服 站在谈的右东边 敲拔 骨色 弹琴 同则他们有一百二十个祭司吹号 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 圣和为依赞美感谢耶和华 吹号敲拔 用各样乐器 扬声赞美耶和华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 圣事祭司不能站立功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感谢耶和华本为善